2019年後,看著家園沉淪選擇移居海外,養育下一代的香港家長們,面對三個互相緊構的養育課題,適應新生活,融入當地社會,承傳適日家園的文化和價值。 對於這兩年移居海外的香港家庭來說,適應這回事有點吊詭,連根拔起,在異鄉重新起步,無論在生活起居、語文、社交、情緒以至心態,當然面對適應問題。 家長也需要關注子女在新校園生活、語文和情緒等各方面的適應,詳情可以參考在英國上學去適應片。 留在香港何嘗不需要重新適應?急速收窄的自由,完善後的新香港價值觀,以愛國和國家安全為主導的教育,在清零政策下的不正常成長路,適應過哪種生活,本身就是個選擇吧。 初步適應後,更長遠和值得深思的課題是,下一代融入當地社會和承傳自身文化。 應否融入?怎樣融入?怎樣承傳?承傳什麼?融入和承傳之間有沒有矛盾? 看似毫無關係的三宗新聞,或者給我們一些啟示。 上星期二,英王查理斯三世任命新委成,作為英國歷史上首位印度裔兼印度教的英國首相。 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,自以為野餘地說,有一個來自前殖民地的人管治英國。 這就等同稱讚錢大英帝國的制度、自信和人民雅量。召集人需要嚴肅檢討至新的愛國態度。 事實上查理斯三世說過,要致力推動英國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。 無論三位整日怎樣走上手上之路,都證明少數族裔要融入英國建制和主流, 同時承傳本身族裔的文化宗教是完全可以的。 英國不是西方民主社會愈來愈多元的唯一例子,現任澳洲的女愛上組織是馬來西亞華人。 上星期三,就行同大律師再次在法庭的被告欄上據李力爭, 在支聯會拒交資料一案中,自便提出天安門屠殺的說法。 明知坐牢,就行同依然堅持悼念六四。 這位劍橋博士生高等會考狀元,在1989年北京發生屠城時只有四歲。 當時只見母親悲痛,卻不明所以。 母親為她弟弟取名學戲,意思是學運的希望。 就行同從小跟著媽媽去維園燃點六四燭光, 在2021年10月六四線畫案,就行同致辯說, 在三十幾年,每一個在維園點起燭光, 普普通通而又善良的香港人教識我, 什麼叫擇善固執,這個就是承傳。 來自她的家庭,也來自香港人。 就行同對公義善良的堅持,也應該被承傳下去。 在充滿對立矛盾的分亂時代, 被承傳的就不一定只有真善美。 8月12日,年僅24歲的美國青年哈迪·馬塔爾, 企圖謀殺著名作家薩爾曼·路西迪, 用刀襲擊路西迪致命危。 路西迪在1988年出版小說《撒旦斯片》, 被部分穆斯林示威涉足神明。 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利更頒下教令追殺路西迪, 逼得她要躲藏接近10年。 這段歷史都在馬塔爾出生之前發生的。 在美國出生長大的馬塔爾, 父母是黎巴嫩移民。 後來離婚, 馬塔爾未讀過撒旦斯片, 只是看過YouTube有關評論。 她的媽媽就說自己不知道路西迪是誰, 又說她的兒子去黎巴嫩探望父親後, 變得沉默奇怪。 究竟馬塔爾是怎樣承傳了那段 早以為封了陳的仇恨? 不得而知,可怕的是, 現今時代馬塔爾不是唯一承傳了仇恨的青年。 最後引述《星球大戰》第八集中的對白, 不為仇恨而鬥爭, 只為所愛去保衛, 這將會是我們取勝之道。 我們走到最後。 我們要走到最後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